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谓有生就有死 那这是一定的 如果你不想生生死死 所谓的生死疲劳 因为活了就要死 死了又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断气舍暴的人 一断气他人道就死了 那死了以后他的中阴生就开始 另一个生命又开始 所以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很多人很厌烦 他说有没有人不生不死的 就是佛涅槃的境界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及身成就 成就佛道 你至少也要发心 求生佛的净土 求生最殊胜的极乐净土 那极乐净土怎么殊胜呢 就是由待业往生 就是都没有修行 就是都没有修行 戒律也没有说好 行功利得也不多 业障也没有完全消除 但是呢 就是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西方三圣 还有诸佛菩萨 相当有信心 相信真实有这样的净土存在 所以有同修 退世道新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极乐世界 我也看不到 你摸不着 也没去过 你们干嘛那么迷信 我不相信 所以如果是都没有接触佛法的人 那就还情有可缘 就是没有人去跟他说明 已经信佛 学佛的人 还生起这样的 这样大的无名 这有深重的罪业 怎么说呢 这就是 我们在诵这个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是不是讲到 见祸谈磅无法者 有没有念过 你在毁磅 毁坏释迦牟尼佛的正法 释迦牟尼佛 他亲口宣说 阿弥陀经 讲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讲西方极乐净土 是不请自说的 你没有请法 他自己讲 为什么 太重要 所以佛家语有讲 如来 所以心出世 未说弥陀本愿海 诸佛菩萨 他为什么都发愿 要来这个世间呢 他讲述 讲说这个 解脱涅槃空性的 殊胜妙道 那这些殊胜的佛法呢 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海 所显现的 完全与阿弥陀佛的愿海相应 你看阿弥陀佛的佛说 阿弥陀经 我们在念就三十分钟念完了 你常常念到一句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对不对 所有的佛都要互念 阿弥陀经 是不可思议的殊胜 那所以他里面一直讲 阿弥陀佛的 微神功德 讲极乐世界 种种的殊胜 庄严 讲 就是 一行 一修 甚至乃至十念 必定往生 人里还在伴佛呢 这就是相当不至 这造的口业 不是一般的重业 你就是诋毁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那还得了 那大概就是 一下你的功德都归零 不讲了 恐怕还累积很多的罪业 所以不要以为 这阿弥陀经 极乐净土 就是通俗 到处都见得到 听得到 救生轻慢性 所以这就是 非常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